相对于哥勒美到处都是游客 阿凡诺斯这里显得比较清幼些 欧洲小镇的风情独具 我们来此的目的是 见识陶瓷之城的魅力 阿凡诺斯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陶瓷小镇 跟这个阴哥真的是很像 而且我问问你 你知道旁边这个河川是哪里 这个红河吗 对就是红河 红河是这个土耳其亚最长的内陆河 这全长有1335公里 很可观对不对 不过今天来到这边不是要来介绍红河 要来介绍阿凡诺斯这个城市 这个城镇啊 那这边呢其实就是因为 位在红河的上游 所以它这个土壤是富含铁质 那这些土壤就很适合拿来做这个陶器 那当时在过去这厄图曼时代呢 这边很多这个工作室 他们做出来的陶器是专门供给这个皇室来使用 而且到现在 这些工厂都还是相当的有名 厉害吧 对啊 而且你有没有发觉我们来到这个小镇喔 有没有那种 是不是很悠闲的感觉 很舒服的感觉 那甚至有点像这种 欧洲的这种小镇的风格 对对对 好像这边的人生活的速度有一点慢 对对 生活步调是比较慢 好悠闲喔 欸 我们不能这个只顾着享受这种感觉啦 其实来到这边最主要的目的喔 就是要参观他们这个工作室 就是制作这个陶艺品的这个工作室 那当然啊 还有一个任务是相当重要的 就是我们要先填饱肚子 对 对 我肚子开始叫了 吃饭时间又到了 好 好了 我们朝一边走 好啊 走 由于阿凡诺斯是个一手工艺文明的小镇 小镇文化气息特浓 即使是个礼法厅都让人感觉亲切 那是一种生活享受的气氛 所以这里吃的东西应该是很道地的 直接变变点竟然这么丰盛啊 而且各位看一下这个好香喔 一端上桌那种烤肉味喔 乌比尔来 受不了了 二臂了 赶快吃 阿凡诺斯呢 给我的印象啊 就是一个很悠闲的一个欧洲小镇 那怎么说呢 在那边你会看到这溪里面 水鸟是慢慢在这边游 然后羊柳是轻轻的飘着 然后游客不多 这里的生活步调是慢慢的很舒服 为了感受陶瓷小镇的魅力 我们来到一间洞穴式的工作室 里头刚好有游客来体验拉胚 这里的餐盘只能叫艺术品 我可舍不得用呢 这里的老师傅们也因为年轻人不想学 古老的记忆也面临断层 所以藉由游客体验 做做生意的同学 也为记忆找出入与传承 太棒了 其实来到这个Kabadokia 有几个地方你是一定要来 其中一个地方就是这边 地下城 现在他们已经站在这个前面了 这边就是路口处 而且很特别哦 回头一看 完全看不出有任何建筑 当然没有 不然怎么叫做地下城 而且其实在Kabadokia 这地方最特别就是穴居生活 那我们之前体验的这些洞穴生活 都是这个一片山或者是巨石 然后去挖一个洞住在里面 这个不一样哦 这个是往地底下挖 据说啊 这个至少是往下有15层这么多 15层耶 相当惊人 那其实呢是相当的期待 好吧 OK 好吧 那我们要进去了 走 这地价城堡真的是很让人惊讶 它位在阿凡诺斯的 这个15分钟车程的一个农村里头 真的是很难想象 当时它是如何建造出一个 这么大的地下堡垒 要是 好 我们现在已经进到这个地下层了 好 待会 还有其他的游客 然后呢 我们刚刚在外面 完全看不出这个地下层耶 这上面是一片很像 很像这个种田的地方耶 然后没想到进到这里面 天啊 里面好大 而且错综复杂的 而且你看 这个洞 连着一个洞 还有其他的洞 也不知道多神 对啊 哎 汤姆 你知道这个谁盖的吗 谁基督教的 好像据传也是基督教 但时间是不可考 对啊 而且其实 到现在很多那种未解之谜 好 没关系 我们先进去看一看 待会再来讨论 走 小心不要撞到头 看 看一下这个空间是做什么的 那边有些 这边是做红酒的 做这个葡萄酒的 葡萄酒的 地下城深入地下十多层 可容纳数千人 所有生活机能 全都可以在地下城 运作自如 画画煮饭 饮水 通通系统 光线 储藏室 酒窖 厕所 养生处 和坟墓等 车中复杂又规划完善 每座地下城 代表一个大社区 这样是越来越窄 对 看到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石门 很深的地方 一个洞 然后直接这个门 就是被这个石头 整个关起来 其实当初这个基督徒 他们躲在这个地下城 最怕就是遭到这个宗教迫害 你会发觉这个石门 这么小 有一个好处 就尽管这对方 可能有几万大军 可是一次 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得来 这种地方真的是 一手难攻 汤 汤 你们觉得这个行走也有点困难 而且你眼前这个洞更小 这个也比较矮 能不能进去吗 可以啊 没问题 没问题啊 你先走啊 他们就会有点吃力 地下城内的通道又长又宅 很多只能单向行走 有些更要弯腰而行 虽然里面有灯光的照明 但通道里还是相当昏暗 建议来此的朋友 要随身携带手电筒 不要吓我刚刚走的样子很好笑 走走看你能知道我 脚好痠哦 简直就是半蹲的在走路 等一下 好 不 这才是我们专心的 大概第四个通道而已 然后就发觉真的是越来越来 而且你进到这个空间 你又觉得 越来越小 越来越矮了 对不对 而且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走到这个房间的尽头 甚至我怀疑这到底是不是什么房间 搞不好它只是这个通道 有可能 但因为根据这个好具 它说这种地下城 就最少有这个大概15层 我们现在是进到第二层而已 那我们现在看到 那边有一个这个洞口 是已经封起来 那可能是还没有去开花出来 甚至是把它现在就封闭了 对啊 好辛苦哦 而且呢 其实啊 刚进来的时候就有一个疑问 怎么问题 你们看到这个都是这个 人家这个刮的这个痕迹 对不对 他们开刮的这个痕迹 那开刮后的那些土石都放在一起 哇好问题哦 对啊 因为照理说其实这应该这个 挖出来的土石非常非常多 而且你刚刚看哦 刚刚这个通道是很小 假设它挖一部分运上去 挖一部分运上去 天啊 何其非力啊 很累啊 那这个到现在还没有答案啊 其实这个问题到现在没有答案 哦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有没有一个声道 什么 他们这个派泄物啊 万一是依莎士奇 是15层左右吗 那派泄物到底还这么清明 或不能那么传染灵啊什么有的没有的 还是他们就是很干净的把所有的褐色 然后打遍小遍都会 按时间走过去 对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 如果问我为什么通道设计狭窄 我想应该是军事防卫上的考量吧 整个卡巴多吉亚景区里 有36座这样地下城 完成三个任务后 天色还早 我们继续带大家去车前往圣地 二古谱 二古谱是土耳其地毯跟葡萄酒闻名渔市 不过我们的目的地是希望山丘 往山丘去的路上 两边都是纪念品贩售的店铺 据说它是卡巴多吉亚最富有 也是景观最丰富的城市之一 可以现在来到的地方就是卡巴多吉亚 另外一个村庄叫做二古谱 那我现在坐在这位置叫做什么希望山丘 Tom 原来说说这个希望山丘这个由来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历史的一个地方 是 这个山丘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山丘 大概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 五千年耶 对 这边都是一个很神秘的可以拜拜的一个地方 哎呦 对就是从那么久的历史来说 哎呦 所以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 对 哇 不过这个景观真的是很好耶 我们的卡巴多吉亚的奇幻之旅也将告一段落 回到伊斯坦堡后呢可以首先要带大家去逛一逛这游顶大市集 因为这里是自助旅行者就推荐一定要来的地方 游顶大市集是中东最大的市集 总共有二十多个出入口 店铺根本数不清 犹如迷宫 建议您如果怕迷路 记住出口的号码即可 里头好吃好玩的东西可多着呢 游顶大市集是在1460年时 由苏丹阿和密特二世主导程序建造计划中的一环 随着规模的扩大 外围的摊商越举越多 在大市集里卖经营首饰的电视主角 密集的排列在主要的通道两侧 在灯光的照射下 陈列在里头的金项链 手镯、手环 及各种颜色的宝石戒指手续 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另外像是马赛克灯 艺术瓷盘等 都是常见的纪念品 颜色丰富到让人走在里头 感觉既有文化色彩 又带有典养的气息 刚刚他们觉得真的是太大了 对,超级大 光都逛不完 不过呢 发现有一个点 我之前在那个埃及市集 那边就是商量市集 买了一条链子 它开这个10块钱 最后呢是两条15块卖给我 你知道我刚刚同样的东西 我在这边 你知道要开多少钱给我吗 一条25里拉耶 哇 所以啊 一定要杀价 一定要杀价 那喜欢杀价的观众朋友呢 来到这边保证你一定会杀得相当的痛快 好啦,继续逛 真的是太大了 在大市集里买东西 除了银器琥珀 精绪是称重卖外 记得一定要杀价哦 还有总郭尼致的辟邪护身的蓝眼幸运服 是土耳其人称为邪恶眼睛的辟邪宝物 也很有意思 大市集万围有许多摊贩 感觉很像台湾的五分铺 走一走我们就发现一个相当有趣的 一个卖饮料的 真的是很特别的方式耶 不怕它到底在卖什么 去买一杯看看 好多吗? 可以吗 好多吗? 一块钱 一块钱 我喜欢像柠檬的味道 好好喝喔 一块钱 我喜欢像柠檬的味道 好喝喔 柠檬汁 万里拉 谢谢 好喝喔 好喝吗?我也有 好清凉 要抢我的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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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甜甜的 好好喝 谢谢 他们有把东西拿走了 这些外围摊商卖的商品 大多来自大陆 品质叫续长内卖的差 不建议大家在这里买哦 隔天一早我们享用了 回到伊斯坦堡第一个屋顶早餐 感受首席的悠闲气的感觉 一边可以远眺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风光 一边可以欣赏蓝色清真寺的美景 我们一样是住在老城区 但是是靠电车站这边 这次考虑回台湾时 搭电车到机场比较方便 在房价上也不贵 一个晚上双人套房约1400台币 便宜干净地点又好 无论他们都挺喜欢的 其实来到伊斯坦堡呢 有地方一定要好好地介绍一下 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苏丹阿和密的广场 在这个地方有很多观光景点都在这边 像是蓝色清真寺 还有圣索菲亚大教堂 甚至游顶大市集 还有这个地下水工 都在这个方圆大概500公尺以内 很便利啊 而且光是这一站就让你玩都玩不玩 然后呢 我们下一个行程呢 要到哪里 我们要到 我们要到 王子岛 王子岛 对 要到王子岛 我们先要去买票 所以我们就是从这边回搭车 到另外一个车站 然后换到买票的地方 再做 真的是强烈建议大家坐电车 因为便利性充足 时间也比较好掌握 转换两班电车后 我们来到了去王子岛的 艾米诺努码头 我们今天前往王子岛的目的 是带大家回望伊斯坦堡 据说岛上修道院 拥有最好的景观台 觉得太兴奋了 终于上船了 而且待会儿 我们要行驶在这个博斯普鲁兹海峡上 前往这王子岛 王子岛是以前在拜占亭帝国时 不受宠的王子 被霸主王位的统治者 最后都会被放逐于此 十九世纪后 交通船开启有钱人在那里盖别墅 行人去约会度假的地方 你看 跟汤姆就站在这个船尾 你看这个风景多漂亮 这一旁 还有一对一对的情侣 这感觉超浪漫的 我心里面在想 我干嘛跟汤姆站在这边 超炸风景的啦 对我来讲 对我们两个来讲也不是很浪漫 可是还是很好玩 我们等一下会出发 然后可以去到亚洲那边 不会浪漫喔 不会浪漫 然后找王子岛 对 其实真的我觉得这个土耳其真的是一个度假的好地方 就是搭搭这个船啊 然后走在这个伊斯汉堡这个街道上 然后看看一些清真寺 这感觉真的 到了 下船了 从这伊斯汉堡一路来到这个王子岛 这个 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那沿途它有停了几个小岛 那当然我们最主要的就是那个目的地方就是这个王子岛 而且这个搭船的感觉真的好舒服喔 我刚一度啊真的是昏昏欲碎喔 而且啊加上今天天气真的是还不错 很适合搭船 因为不会很热 就有一点点阴天 它甚至偶尔会飘下那种很小很小的这个沿途 太舒服了 来 它们有什么感觉 喔 不错 而且今天太阳也没有那么大 没有塞伤 好高兴 好啦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泥岛这个王子岛了 那我们就继续前进好了 Marco 你好厉害喔 哇 我们到了大概两分钟你就已经有东西吃耶 这一路上真的是不是卖这个冰喔 就是卖甜点 像这个东西很特别 然后就是用油炸的 看起来蛮甜的 还没吃啦 吃吃看 看起来不错耶 里面有面粉的东西 然后呢外面有一层厚厚的糖 然后拿去炸 有点类似甜甜圈吧 好 味道就是上甜甜圈 而且是传统甜甜圈 吃吃看 好 好 吃吃吃吃吃吃 吃吃吃吃 名字是什么 Lokpa Lokpa 非常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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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旅游树上介绍这里的马车 是一定要坐的 不过我跟汤姆却不信邪 决定以徒步问路的方式 寻找秀导院 一路上看到许多漂亮的 维多利亚时期的小别墅 小洋房 偶尔小迷路一下 在转角遇到可爱的猫 超赞的 所以在这里迷路不怕 好啦 我们又迷路了 而且非常特别 我们来到这个王子岛 竟然没有地图 可是我有一个想法 像我刚看到这个鲁镖 其实这个好像土耳其语 我看不太懂也听不太懂 可是我们去了阿亚索菲亚 就是一个教堂之类的 然后这边也有阿亚 所以有可能是一个教堂 而且 那个好像听起来 我的俄国朋友讲的一个英文名字 叫做George George 俄文跟Yorgy很像 很像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有可能往上爬 哎呀 汤姆讲的好像真的有那么一回事喔 好 相信你的判断 好 我们上去 贴心耶 还帮我们准备讲到 没有 等一下 不是我们的 不是我们的 我们是 白瓦 又找路啊 对 我们要不要喝水 水 我自己有 好好好 走那边是不是 这边 好吧 继续囉 开开玩笑的 可以我呢 其实有点兴奋 因为即将完成四个月 大四路的旅行了 话说回来 这条路的确是往修道院的路 往上步行二十分钟左右 美丽的海景及修道院 已经在望 哇 哇 哇 终于到了 终于了 哇 这次啊 果然相信汤姆 我没错 坚持之老师 来 来个拥抱 NO 给我5 哇 居然拒绝我耶 清幼的修道院 美丽的海景 宜人舒服的天气 圆眺亚洲区的景色 真的好美 真的好美 一路走来 我们看遍了历史古籍风景 那可以我呢 也像猪八戒一样 带大家这简直是吃遍了思路 对我来说呢 这一路上真的是有许多 从未尝试过的第一次 我们走出阳关 通往西域 穿越了中国 探访了中亚物国 前进土耳其 这一路上呢 我们可以说是和约尔 将近半个地球 说真的 这柯翼一路走来 是既不轻松又不浪漫 不过走的 却是我多年来的梦想 想一想 我的每一步 都走在这个思路上 在这条被誉为是 历史上最辉煌的路 这内心的激动 是难以言喻 我想这辈子都忘不了 发现打思路 走完了吗 唉 真像是做了一场梦 一个既真实 又虚幻 而遥不可及的思路美梦 它已成为我腾身中 唯一最美的一段时光 我想 我永远也忘不了 这套旅程 我将继续背起背包 用自己的双脚 继续发现 美丽新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